第231章 画石与王冠 经过里域王湖步行桥 便步入了魔都训练家协会总部的地界 这一片路道路宽敞 路旁建筑各式各样 其中研究大厦和培育大厦拔地而起 将协会总部加在中间 作为与精灵相关的两大主要职业 研究员和培育家 这两个职业也都有着自己的协会 我们从北门进去 陆海看了一眼手表的时间 转过头来向方圆道 好 方圆跟在对方身后 进入研究大厦 需要出示自己的证件 进行登记 方圆还是第一次来 一入大厅 就看见四周平台上 数有各种骨架化石 比如有护城龙的完全化石 也有太古羽虫的完全化石 这些都是秘境中 保存比较完整的精灵化石 是已经灭绝的精灵 很感兴趣吗 看到方圆在大厅的观赏品前 入迷看了起来 陆海笑道 后面还有一个化石博物馆 里面的化石种类更多 等会儿要不要去看看 谢谢 不用了 我就是第一次见 比较好奇而已 方圆把目光收了回来 在这个没有研究出 能使古代精灵的 化石复活的机器的地球上 化石也真的只是化石而已了 方圆只对化石的生前感兴趣 但对于这些石头 兴趣倒是没有多少 自己有没有机会 研究出化石复活技术 在精灵世界 最先掌握化石复活技术的 是红莲研究所 和德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后者能成为方圆霸主企业 这项技术功不可没 值得庆幸的是 方圆还真记得一些关键信息 自己观看动画石的认真态度 帮了自己啊 果然一目十行是不可取的 这种日常剧情 也有重要设定 动画中 红豆山博士提到过 复活化石要利用 梦梦时的梦智能源 使得幻想的古代因子 从虚幻化为真实 这或许是关键吧 方圆耸耸肩 继续向前走去 就算是真的 现在也不关它事 这不是一个人的 力量能完成的研究 不过 虽然现在用不到 但万一以后自己有能力 组建研究团队 说不定还真可以尝试研究下 化石复活技术 至少红豆山博士 把大方向提出了 目前地球上 可没人意识到 精灵化石还能够复活 进入研究大厦不久 陆海学长让方圆自己先逛一逛 他去处理一些事情 大概需要十几分钟 等回来之后 再带方圆去参观 方圆在等待期间 没有自己乱逛 而是拿着一本公共书架的书籍 认真翻了起来 书籍上的内容很通俗 算是研究员的入门手册 成为了正式研究员 方圆就相当于 有了一份自己的稳定工作了 如果加入训练家协会 下属的精灵研究所工作 每月可以领到一笔 相当不错的补贴 也可以直接和一些企业合作 成为他们的研究员 不过无论是哪一个 都得完成上面 安排下来的研究任务 和课题任务才行 像方圆这种 基本功不扎实的跳级声 哪个也不适合他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道路 比如完善自己 所擅长的领域的知识 去一些学校 机构里授课 像摩大的研究系教授 基本上就都是高级研究员 不过方圆比较偏向的是 到时自己申请个人研究所 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 乃至开公司 以研究成果 来获得商业上的合作 盈利机会 只不过这样的 要求比较严苛 除了要有一定关系 称谓上 起码也要高级研究员才行 久等了 十分钟后 陆海匆忙地回来 露出微笑 我带你去静拍所 方圆早就迫不及待 立刻把书放了回去 静拍所内很宁静 不会出现几个研究人员 满脸通红地 抢夺研究素材的画面 一个个物品 都有着自己的展示台 下面 记述着他们的 历史 没有人 这个时间很少有人的 比较热闹的时间段 是每次职业训练家团队 从秘境探索回来后 拍卖秘境中物品的环节 那时候 不仅有职业训练家 还有研究员 培育家会来参加拍卖会 比较新颖稀奇的宝物 都会在那时被买走 陆海道 言外之意 就是现在展示的东西 都是没有研究员 愿意研究的物品 要么是研究价值不大 要么是投入的经历 和回报不成正比 随便看看吧 不要过线触碰 否则会有警报 陆海提醒道 方圆点头 一路过来 经历了好几关安检 这里肯定也有保护措施 只不过让方圆好奇的是 有没有顶级的训练家 去做盗贼 配合精灵的各种特殊能力 应该可以比历史上的 大到更秀吧 星星沙子 简介 手感细腻 且十分美丽的红色沙子 带有细微能量波动 疑似天外产物 作用 未知 来劣 流星秘境 下面 还有一个标注 正式研究员 意思是正式研究员 级别以上的研究人员 才可以近拍回去研究 这是个坑 除了好看些 和普通沙子没区别 陆海道 我知道我知道 方圆一眼就认出了这玩意 游戏中也只是 卖给NPC的垃圾 粉色金属 方圆接着走 看见了一种金属矿物 也是产子秘境 根据介绍来看 这个也是作用未知 很多研究员拿这种矿物 未试过刚系 精灵 但都没有效果 同时 它也和其他金属矿物 不一样 不适用于其他领域 再加上产量近乎无 也只能拿来研究了 方圆一时间 没想到这金属是什么 粉色 不过方圆看到颜色后 想到了一种道具 金属粉 是百变怪携带后 防御就会提高的 神奇金属粉末 但两者到底有没有关系 方圆就不得而知了 接着看下去 稀奇古怪的东西太多了 95的物品 方圆也联想不到 到底是什么作用 当然 也有一些作用已知的物品 比如金黄王冠 这种金黄实质的特殊道具 方圆一看 这不是王者之正吗 进化道具啊 第232章 超级进化 不过 除了已经被研究出来 携带它的任意精灵攻击后 可以附带精神震慑效果外 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它也是个进化道具 金黄王冠 数量很稀少 远比丝绸围巾等 已经可以流水线制造的 精灵道具要稀少 数量有限 所以基本没有训练家使用 降雨特性的牛蛙军 是不错的雨天队成员 被称为大海的 闲者的呆呆王 也是非常特殊的精灵 方圆忽然觉得 这个世界对它太好了 王者之正本来就稀少 只有秘境遗迹中 才出现那么一两个 经过研究后 人类也只研究出来了 它可以附加位缩效果这个能力 这不是摆明了 让方圆有落可见吗 原本 方圆以为发现王者之正 就已经是最大的惊喜了 可是让方圆激动得 快要跳起来的物品 到后面才出现 这是一块有着粉红 蓝 绿 黄色光韵的圆形石头 颜色清晰 层次分明 中间 是像叶子一样 有黑色纹路的图案 看到这块石头 方圆的心脏 猛地跳动起来 五彩石 简介 蕴藏着未知力量的石头 来历 海底洞窟秘境 方圆表情变化起来 深情研究这块石头的最低标准 不过 如果没有明确方向 它们的研究难度 不是一般的 打 基本靠视 靠猜 靠从能量层面分析 无论是哪个角度 都是从零开始 摸黑研究 可别人不知道 这是什么 方圆还能不知道吗 要石 作用也很简单 它能与超级石产生反应 让精灵进行超级进化 不过 这些超进化道具使用条件 很苛刻复杂 首先 精灵的佩戴相应的超级石 其次 只有人类的情感能量 与精灵的情感能量 产生共鸣 形成羁绊 钥匙 才能激活超级石内的生命能量 最后 就是佩戴超级石的精灵 通过吸收这部生命能量 完成超进化 这是和超级石的配套道具 同时需要符合条件的训练家和精灵 单独研究的话 最多只能研究出 钥匙内蕴含的能量 能与人类的情感 能量有关联 的确是摸黑研究了 需要一定巧合 才能知晓用途 方圆故作镇静地逛了下去 想要寻找另外一件物品 但很可惜 他把全部区域逛了个遍 也 没有找到类似超级石的物品 陪着方圆参观了一遍静拍所 陆海告诉方圆 这里的物品 是按月结束静拍 符合条件的研究员 想带回去 进行个人研究 便得走程序 最后架高折的 其中小部分稀有物品 卖的只是研究时间 规定时间结束 如果没有研究成果 还得返还协会 不过 几乎没有研究员 来这里淘研究素材就是了 这里的研究素材 都是被研究了 已经被断定 不可能轻易就研究出来 更高研究成果的物品 这里冷冷清清 是有原因的 接下来 就去各大研究机构的展览区吧 观看一下 对你未来发展有好处 研究大厦 还有各大官方 个人研究机构的展览区 一般是对外展示研究成果 福利待遇的展台 是来吸引新人研究员加入 或者寻求商业合作的地方 方圆兴趣低迷的点点头 满脑子都是刚才的钥匙 亡者之政都被他抛到了脑后 高级研究员 一定要成为高级研究员 这样一来 就可以申请研究钥匙了 超级石虽然现在没有一点消息 但既然都有钥匙了 超级石的存在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种战略级别的资源 价值 要比能量方块都贵重万倍 三天后 出发天星道场 可以吗 结束了研究大厦之行 陆海和方圆说了另外一件事情 比起在研究大厦的见闻 还是天星道场的学习 离方圆更近一些 没问题 我会提前做好准备的 方圆道 方圆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接触到超进化的 自己还是别太激动 比较好 几十年都没人发现超进化 说明 要是和超级石少得可怜 缓个一两年 也不会有太大变故 自己这么患得患失 反而影响心态 而且 目前自己也根本没有可以 超进化的精灵 就算有 想找到匹配的超级石 也是大海捞针 决定了 成为正式研究员后 就去各地拥有研究大厦的城市旅游 同时搜集超级石的消息 看看有没有获得的可能 第四只 乃至第五指精灵 最好是能进行超进化的 至于当下 该做什么做什么吧 提升一步 三合一词怪 小火猴的实力 高级研究员称谓 会随着接下来一篇篇论文的发表 水到渠成 逛了一遍研究大厦后 方圆对自己成为 最顶级的研究员 更加有信心了 我明明想成为的是最厉害的训练家 怎么就阴差阳错 在研究员之路越走越远呢 方圆摇了摇头 露出了欠打的表情 次日 太阳精灵和月精灵的进化方式被公布 无数训练家看到进化方式后 露出绝望的表情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 带着一步前往秘境进化 可是 秘境这种地方 只有职业训练家才能进入 不过还好 除了秘境外 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地方 拥有空间磁场的 但这些地方 第一时间就被训练家协会封锁 成为限制进入的地点 进入者 需要严格考核 但即使如此 也抵挡不住一步训练家的热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获得超能力 细精灵的机会 谁也不想错过 与此同时 方圆针对太阳精灵的 特殊能力的论文 也被刊登 三种能力引起热议时 方圆接到了谢清一的电话 听着电话里 谢清一学姐的音声艳语 方圆哑然失笑 学姐说笑式的恭喜 让她想起来了 跟着对方的研究团队 验证太阳精灵进化时的小插曲 因为方圆的猜测 这个研究团队顺便尝试了 用月光能量为一步进化 包括谢清一在内的研究员 都抱着随便一事的态度 也没多少期待 纯粹为了满足 一下方圆这个研究领域 新人的好奇心 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 一位随行训练家的一步 还真进化为月精灵了 当时整个研究团队 就像疯了一样 场面一度混乱 谢清一领导的研究团队 更是想把方圆留下来做吉祥物 这小子 神了 说啥是啥 这就是传说中的研出法 从 你可以申请 成为正式研究员了 还有领取奖金 那边 谢清一说道 国际上 精灵联盟一直重视精灵领域的发展 希望促进训练家行业的繁荣 并为此投入大量资源 所以 无论是哪个精灵联盟成员国 公布新精灵资料 都是比较意义非凡的一件事 都能提高该成员国 在精灵联盟的声望地位 虽然太阳精灵 月精灵 不是什么能够影响民生的重要精灵 但是 方元从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为国做过贡献了 比起正式研究员称谓 以及精灵联盟 训练家协会 学校的奖金 还有英国那位富豪私人的悬赏金 方元 这次获得的名誉 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有着这样正面的名誉 以后 无论方元做什么 只要不违法 不敢说一帆风顺 但在政策上 肯定会得到一定的扶持 这对 日后想拿能量方块搞事情的方元 很有帮助 第233章 天心到场 两日后 方元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正式研究员的证书 一部 快来看看 收到证书后 方元兴高采烈地在一部面前展示起来 一部撇嘴 观他毛逝 只要有了这个证书后 我们就可以凭借正式研究员的身份 申请到收服更多数量精灵的资格了 你不期待能有更多伙伴吗 方元咧着嘴 高兴的不是自己成为了正式研究员 而是能收服更多精灵 不一 相比方元的兴高采烈 一部完全不期待 无精打采地从床上跳下 跑去冰箱里拿零食 然后发现自己的零食忽然少了好多 难道是小火猴和三合一雌怪偷吃的 算了 回来途中 他看了一眼 被三合一雌怪拐跑去训练的小火猴 痛心疾首 无论一部怎么想 都不觉得方元收服更多精灵后 自己会有什么好处 三合一雌怪看上去比自己有竞争力多了 你看看你 感觉到一部的负面情绪 方元笑眯眯地揉搓一部的头部 然后给他顺了顺毛 奖金分你一百万 怎么样 不一 听到这话 一部身体一机灵 方元总算是说句人话了 而且 全部交给你自己处理 充值 换心机 美食 买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方元豪气冲天 不一 一部连忙点头 爪子在方元身上挠了起来 露出乖巧姿态 眼睛差点变成V的符号 并开始计算起来 怎么花这笔钱 方元是认真的 接下来 方元很快就能获得一笔 包括各个来源 方元预计大概有2800万RMB左右 方元会一下子升级成为千万富翁 拿出100万来奖励一部 也是应该的 毕竟这些钱都是因一部而来 不过 即使给一部糟蹋了100万 也还剩下2700万呢 方元自己目前才三只精灵而已 培育根本用不了这么多 想了想 除了自己留一部分外 方元还打算给方爸方妈转一部分 这两天 方元和家里聊过了 他的想法 是让家里人趁早想下轻浮 买一些想买的 不要怕花钱 也不要为工作烦心 现在辞掉工作也没关系 反正有了研究员身份后 方元是不会再缺钱了 但是不得不说 年轻人和大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方爸方妈还是坚持要继续工作 说 这笔钱会得方元存着 不会乱花 方元 无奈至极 对方怎么就不知道想想福呢 现在他已经不用对方再为自己拼命挣钱了 但到最后 方元也想通了 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 强加在方爸方妈身上 所以 最后方元 想了一个其他主意 他打算给方爸方妈 以及乡下的爷爷奶奶 半个饲养证明 领养两只精灵在家里帮衬 这件事办起来很简单 而且 以方元现在的经济条件 只是家里养两只精灵 作为宠物饲养的话 并不会有着 什么负担 像是家务 买只三餐 平常精灵都可以帮忙处理 动画主角小之家里的西盘魔偶 就是很好的榜样 随后 研究员的事情 暂且被方元丢到了脑后 他重新审视起了自己的身份 训练家 这一天 方元收拾好了行列 已经打算离校半月 按照约定 他从今天开始 会随陆海学长 前往天星道场学习 天星道场 位于长江流域的一处小岛上 这座小岛 原本是秘境 后来与地球融合 成为了一处面积不大的岛屿 这座岛 也被称为天星岛 地属魔都 我们坐车去码头乘船 校门口 等待的陆海 看到方元走来 招呼道 想前往天星岛 只有特定的船只才能抵达 陆海 已经订好了船票 方元什么都不用管 包括 规划路程 只要跟着对方走就可以了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是特邀学徒 方元 没有和其他对战舍的学生 一同前往 前往时间也不一样 是以类似客人的方式 被天星道场邀请过去的 登上了船后 方元没有老实带着 而是跑到甲板上 把精灵们放了出来 让他们也体验下坐船的感觉 啊 不过坐船时 漂浮着的 三合一词怪 就比较尴尬了 老实飘着也不是事 最后 他又重归老本行 落到了地面上 小火猴身上 让小火猴扛着看风景 这样才有坐船的感觉 因为路程不远 所以当天方元 他们就抵达了天星岛 天星岛上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自然环境优美 适合修身养性 不过 这里却只有着一座城镇 天星道场 便在这个城镇的中央 落海学长 下了船后 方元没有忍住 问了一件事情 请问 徐金在道场里吗 方元询问起来了 那位拿着凯西的 同龄训练家的去向 小凤王碑一别后 过去一年多 方元想和对方再对战一次 徐金师妹啊 陆海一阵后 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不再道场里 难道他去帝都大学了 方元开口 不再摩都大学 那就肯定是去帝都大学了 不过 面对方元的猜测 陆海却故作神秘的道 猜错了 告诉你吧 他没有上大学 而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进行训练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加油吧 如果你以后 有机会参加天王赛 或者被选为国家队 代表华国去参加 世界精灵联盟大会 那时 你们再重新对战 也不迟 没有上大学 方元先是错愕了一下 然后便释然了 也对 身为超能力者 徐静是天生的训练家 大学文凭 也只是可有可无的经历而已 如果本人选择 不继续上学 那肯定是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这里就是天心道场了 两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天心道场的建筑风格 看起来很独特 和方元想象中的超能道场 相差甚远 整体浅褐色交错着暗金色 墙面有混乱的纹理 和宽宽裂缝 看上去还有些复古 和魔都市区里那些方元 参观过的道场相比 很简陋 哪怕是和那些道场的 外围区域相比 也算不上豪华 很难想象 这是最有名气的道场之一 欢迎来到天心道场 陆海学长看到道场的建筑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这里是培养他成长的地方 说是第二个家 也没有什么毛病 我们进去吧 随着对方进入了天心道场 第234章 你 我的天赋 天心道场内 方元看到了一群奇怪的家伙 虽然这么说 有些不礼貌 但方元平常只有在影视作品中 才见人 穿过这种像魔法袍一样的衣服 这种服饰 应该是天心道场的特色吧 陆海 方元小心翼翼地跟在陆海身后 夹在一群超能力者中间 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陆海带领方元 进入天心道场没多久 一个穿着 深色道场服的中年男子 拦住了他们 男子须着一头短发 戴着眼镜 目光很有震慑力 陶叔 这位就是我同校的学弟 拥有太阳精灵的方元 陆海看到这个人 向对方介绍起来 方元 欢迎 陶叔朝着方元点了点头 便没有说多余的话 谢谢 方元心中茫然地道了声谢 这里 果然好奇怪 接下来陆海会带他去哪 什么时候 才能让太阳精灵学习冥想 方元想了很多 不过接下来 陆海却是先把方元 安置到了一个房间内 并给他找来了一身合适的道场服 房间内 陆海对比了下道场服尺寸和方元的身材 道 接下来几天 训练时候 你就穿着这个吧 非穿不可吗 方元感觉自己会很难适应 你还不情愿了 陆海郑重道 天心 道场的学徒服 可不是谁都能穿的 这身衣服是特殊材质 穿着有静心宁神的功效 当然 是对于超能力者而言 虽然 你不是超能力者 但我能保证 你穿上他后 每天都能休息得很好 精神饱满 活力充沛 那还真是好东西 方元打量起来 原来是专门给超能力者穿的 好了 你先换上吧 看看 合身不合身 好 半分钟后 方元手拿衣服 盯着陆海 道 学长 我换衣服 你不出去吗 陆海拍了拍额头 都是大老爷们 至于吗 眼看陆海出去后 方元这才换起衣服来 刷 穿了身袖子 还算合身 稍微有一些宽松 不过这样更好 比较舒服 材质的话 很清凉舒爽 但不会感觉到 冷意 比丝绸围巾 还要舒服得多 果然是 真品 动 动 动 陆海开始敲门 方元这事已经穿好了 OK 我完事了 动作还挺利索 嗯 看来还挺合身 你收拾一下 十分钟后 带着太阳精灵 跟我去冥想室 陆海 近来看了一眼方元 道 没问题 方元回应了一声 立刻表示明白 紧接着 他拿出精灵球 把已经进化为 太阳精灵的衣布 放了出来 接下来几天 衣布维持这个 形态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持续地消耗 估计会很让他不爽 为了减缓消耗 方元带了一堆营养品 除此之外 太阳精灵 也可以自己通过 晨光招式来恢复体力 反正他能做到 一心二用 倒是不会浪费时间 只是 现在秋季 马上要冬季了 阳光已经没有夏天 那么给力 晨光的效果不怎么好 屋子的环境很幽暗 仿佛让人置身于黑夜之中 同时还被划分了很多区域 方元 放眼望去 发现有十几个道馆学徒 正盘坐在各自的区域 闭目凝神 而他们的身边 还有着一只 或是多只精灵 这些精灵 都有着一个特点 那就是 与超能力属性有关 你和太阳精灵 今天下午到晚上的任务 就是和他们一样 坐在这里 静心凝神 还需要谨记一点 就是 这期间不要乱想 保持思维的宁静 方元 太阳精灵 要这样 坐一下午 还不准想东西 会死人的 方元 怀疑自己误入了修仙邪教 陆海豹 以微笑 让方元安心 这是每一个学徒 来这里必做的 方元 不是长期学徒 但也需要至少经历一下午 听到解释 方元只能接受 走吧 太阳精灵 模仿其他人 这是方元 和太阳精灵的强项 方元 安静地坐到了 陆海的指定地点 太阳精灵 也趴在了方元对面 闭上了眼睛 嗯 这种姿势 方元怀疑太阳精灵 会直接睡着 要不就是脑袋里 回放着昨天的电影 坐着坐着 整个屋子更加暗了 方元也开始 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他尽量保持心情平静 可是 做不到 这期间 有两三个年龄比较大 不像是学徒的道场人员 来观察过几次 不过都没有 引起方元注意 方元也不知道 自己做了多长时间 不过怎么也应该 有一个小时了吧 不过让方元觉得 意外的是 他竟然没有感觉到 任何身体上的不适 坐了这么久 虽然响入非非 但却没有心烦意乱 坐不住 这出乎了方元的意料 突然 屋内的灯光亮了起来 道场学徒一个个起身 便要离开 看来是要散场了 这时 方元旁边一个男生 看向方元 疑惑道 新人嘛 等一下 你的精灵 同处一世半天 他刚刚发现 方元身边的太阳精灵 这个男生 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惊呼道 你是那个 那个魔大的方元 我的确是那个方元 方元 挤出笑容 不自然起来 因为随着这男生的惊呼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惊讶地看着方元 和太阳 精灵 都出去 方元刚想自我介绍下 最开始 方元遇到的那个 被陆海称为陶叔的人 进来了 随着他的指示 学徒们立刻溜走 对太阳精灵 没有了一点留恋 这些学徒 管对方叫陶老师 方元 和太阳精灵 本来也想随着他们 一起出去 回到房间的 不过陶叔 却单独叫住了方元 让他留了下来 有什么感触 啊 啥也没有嘛 没有感触 方元 只能如实说 可惜了 陶叔叹了口气 什么 方元纳闷 精神力没有特质 也没有冥想天赋 你 如果想成为超能力者 就算有顶级的冥想法 也至少需要 花费十年才能入门 达到能用念力 把树叶吹飞的成就 方元 一旁 太阳精灵笑了 方元 这也太差劲了 连磁怪都不如 莫得超能力天赋 同时 你这只太阳精灵 如果想学会 天心流冥想招式 也需要很严格的 漫长训练才行 他的心思太乱了 想做到基础的 静心凝神都很难 太阳精灵 太阳精灵顿时不服了 瞳孔犹如火焰燃烧起来 他最喜欢把 不可能化为可能 第235章 冥想 天心道场的这位老师 先是说了 方元不具备 超能力天赋 后是说了 太阳精灵想学会 天心流冥想技巧 有些难度 方元和太阳精灵 身为外行 自然是 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 只是他们来天心道场 肯定不是为了 听这么一句结论 就算没天赋 也得学啊 跟我来吧 陶城开口 转过身去 示意方元 他们跟上 由于 方元是这个领域的新人 陶城 必须从基础跟方元讲解 这样一来 才能让方元 接下来一段时间 有着更清晰的努力目标 天心道场 一间密室内 方元和太阳精灵 坐在团谱上 对面坐着的 是天心道场的 超能力传授者之一 这里的资深超能力者 陶城 在天心道场 除了掌门人外 还有四个资深超能力者 陶城便是其一 至于普通的超能力者 像是陆海 徐静这样的数量 也不是很多 只有几人 距离资深者差的 只是时间上的磨练 除此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 无法入门的超能力学徒 在为凝聚出 实质化的念力 努力着 说一说 你对冥想招式的理解 陶城开口 精灵通过静心凝神 从而提高自己的 精神力的一种方法 方元到 精神力提升后 精灵对于能量的控制随之 也就更精妙了 无论是能量招式 还是对能量的抵抗力 都会得到增幅 也就是游戏中所说的 提升特攻和特防 很直白地描述 说白了 冥想就是通过特殊的技巧 活跃精神力的方法 广为流传的模式 就是由静转动 通过静心凝神 从而更好的感知 挖掘 控制脑域中 更深层的精神能源 方元点了点头 不过 冥想的方式多种多样 各个超能力 传承的要求和形式不同 明目繁多 而我们天心道场的 天心流明 想法 精髓在于感知 感知 冥想时 犹如天空和心灵合一 让心灵像天空一般宁静 同时像是从高处 清晰无比的俯视大地 洞察一切 逃尘严肃到 修炼到极致 精灵还可以感知到 训练家的内心 达到绝对的默契 完成心灵感应 天空和心灵合一 听起来好高大上 但这种文绉绉的说法 你听听就好 不必深究 其实 天心流就是注重冥想时 精神力对外感知的 一种冥想方法 逃尘表情恢复过来 道 谁让天心二字 听起来比较高深 当初中二年纪的 天心流掌门人 想出这个道场名字 纯粹是因为比较帅气 什么天空与心灵合一 都是后来的学徒 面对采访时 为了装逼补充的 久而久之 就成流派特色了 邀请你们过来的原因 是觉得 拥有危险预知特性的 一部会 很适合这种冥想方法 尤其是进化后 太阳精灵的预知能力 看起来更发达了 配合这种注重感知的 冥想技巧 会提升它相应的能力 冥想也是超能力系精灵 超能力者 锻炼精神力的 重要方式之一 不过 天心道场这种冥想 同时也能提升 感知力的说法 方元倒是第一次听说 听到陶晨的解释 方元明白了 如果是这样 天心流冥想技巧 无疑和危险预知 特性的一部很大 进化后 太阳精灵更是 保留了预知能力 这一点天心 道场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但这不妨碍什么 无论怎么想 预知能力 配合强大的感知力 简直都是如虎天意 怪不得天心道场 对太阳精灵这么上心 方元和太阳精灵 微微一正 方元道 那我的一不能学会 这种冥想技巧吗 一部 陶晨看了一眼 太阳精灵 只当方元是叫顺口了 只要是超能力系精灵 应该都可以 不过 他首先要做到的事 就是需要随时 可以进入 静心名神的状态 这一点 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 方元看了太阳精灵一眼 与此同时 太阳精灵低下头 不就是静心灵神吗 只要想做 还是可以做到的 那到最后 如果他能把天心 流冥想技巧学会 我们也能做到 心灵感应吗 要是自己和太阳精灵 有着心灵感应 那指挥起来 节奏就更加完美了 这是所有训练家 梦寐以求的技巧 不能 陶晨 毫不留情道 因为心灵感应 要求训练家 也需要掌握冥想基础 很可惜 没有超能力天赋的人类 是绝对 不可能跟上精灵的 超能力的提升速度的 方元哭聊 这么打击人啊 天心道场中 能达到心灵感应级别的 超能力者 也是寥寥无几 你就不要想了 陶晨摇了摇头 劝方元 早点放弃这种 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能用念力 把勺子掰弯的 超能力者呢 有多少 方元好奇问 也只有几个人而已 陶晨不知道 方元为什么忽然 问这个 方元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拿地球的 超能力者和动画里的 超能力者对比下 那用超能力 把人变小 变成娃娃的呢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这哪里是超能力 这是魔法了 小孩子还是少看一点 动画片比较好 陶晨瞪眼 方元 华国最伟大的超能力者 便是训练家协会 十二之之一的 孔害大师了 目前为止 他老人家已经做到了 可以大范围瞬间移动 一心多用 声望上 也只有法国那位 掌握预言能力的 超能力者 能与孔害大师相提并论 方元听起来有点耳熟 好像从谢学解口中 听到过这个名字 好了 接下来 你不要想太多 先带着太阳精灵 在这里完成冥想的 入门训练吧 入门后 我再传授你们 天心流的冥想秘籍 谢谢 方元到了声线 忽然 方元想起了什么 问道 陶老师 我还有另外两只精灵 能不能也一起进行 冥想训练 什么精灵啊 陶晨问道 觉醒力量 为超能力属性的三合一词怪 以及小火猴 第236章 逆推思维 听到这两个精灵的名字 陶晨愣了一下 然后道 小火猴的话 的确可以提前接触冥想 他的最终进化形态 烈焰猴有冥想天赋 不过 三合一词怪 的话 哪怕是具有超能力天赋 恐怕也无法掌握冥想 这和天赋无关 只与种族有关 方元表示明白 算了 随你吧 就算掌握不了冥想 通过训练锻炼一下心境 以及对精神力的控制也好 陶晨随意道 太阳精灵 一个也是骄 而且 接下来要传授方元的 也只是基础的天心流冥想 招式秘籍 影响不大 至于 完整的冥想法 方元 是无法符合被传授的标准了 因为方元不具备超能力天赋 所以他 不可能成为天心道场的传人 天心道场 也不会把道场的核心秘籍 交给一个短期学徒 怎么样 陶叔跟你讲清楚了吧 方元回房间的路上 陆海突然冒了出来 想清楚了 那就好 接下来这段时间 你们踏下心来 接受训练 太阳精灵作为超能力系精灵 应该可以掌握冥想 此时 天心道场 对于太阳精灵 能不能掌握冥想招式 还抱有疑问 虽然方元知道 太阳精灵可以学会什么招式 但其他人面对太阳精灵这种新型精灵 知道的就不怎么详细了 即使超能力系精灵理论上 都可以学会冥想 但万一呢 万一有着什么特殊的地方 也是有可能的 毕竟 连飞行系精灵都可以不会飞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吗 因此 方元也如露海叮嘱一样 踏下心来了 打算专心带着三只精灵 在这里接受冥想训练 如果认真一点 你应该可以做到静心灵神吧 回到房间 方元 看向太阳精灵 无奈到 太阳精灵沉映后 优雅地转了转身 走到一旁继续尝试起来 让方元给他一点时间 加油 那么 三合一瓷怪 小火猴 你们也出来吧 方元拿出另外两个精灵球 将三合一瓷怪和小火猴也放了 出来 当初锻炼精神力的时候 小瓷怪用的 就是集中注意力的方法 和静心灵神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伊布 用的是 频繁消耗精神力 然后大量补充相应 营养的方法 之所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考虑到了 伊布可能无法像小瓷怪那样 容易静下心来 方元最后 看向了小火猴 这孩子的话 静心灵神 肯定更加没问题 不用过于担心 来到天心道场的第二天 方元开始被频繁拜访 这些超能力学徒 都因为太阳精灵而来 方元随便让太阳精灵 露了两手后 这些学徒便 夸奖不断 让方元很是享受 毕竟是自家孩子 得到了夸奖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是每一个家长的 共同心愿 搁在训练家身上 就是盼望着精灵 更好的成长 得到称赞了 同时就是这一天 小火猴第一个完成了 静心灵神的冥想训练 冥想天赋 得到了资深超能力者 陶神的肯定 紧接着 三合一词怪 也完成了 他们 两个都属于那种 心灵比较洁白的精灵 这种情况 方元没怎么意外 倒是陶神沉默很久 这个方元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身边的磁铁精灵 与火系精灵 比超能力系精灵 现一步完成学习 冥想招式的入门训练 他们接触过冥想训练吗 陶神问道 一天就入门 这个速度 算是非常有天赋了 接触过 是一种让 内心平静下来的呼吸方式 方元道 这个是他从厅城训练家协会 拿回来的反射臂 招式密集上记载的 浅显冥想训练方法 当初为了锻炼精神历史 一步 有用过 但只是辅助 而且效果近乎于无 收服小伙猴后 方元又废物利用 拿来给小伙猴用了 这应该算是接触过 冥想训练吧 呼吸技巧 原来如此 通过平稳 呼吸 的确能更容易 让心平静下来 逃尘道 既然你们完成了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 就进行第二步吧 进心凝神后的第二步 需要锻炼 进心凝神的速度 以及 无论什么环境 都能进心凝神的专注力 这样之后 便能接触到 天心流冥想技巧的核心 开始训练第六感了 第六感 也被称作直觉 预感等等 指的是不用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触觉 这五种传统感觉 而用第六感 来传递思维和感觉的信息 现已被证实 就是超能力的一种 是感知技巧 天心流冥想技巧的精髓 就是感知 在冥想过程中 通过精神力的提升 感知能力也提升到极致 犹如化为天空之眼 俯视战斗场地 同时 也讲究快 想把超能力 对外感知的优势 完美利用起来 冥想的快速必不可缺 慢吞吞的冥想 如同鸡肋 嗯 方圆点头 这样下去 一部会不会在学习冥想的过程中 学会 预知未来招式呀 点头过后 方圆叹了口气 自己目光长远个什么劲 现在一部明显被三合一词怪 和小火猴这两个 还无法学会 冥想招式的精灵吊着打 第三天 三合一词怪和小火猴 已经开始进行第二步训练 虽然他们无法学会冥想招式 但把基础打好 对成长也会有好处 第四天 小火猴率先有了一些感触 第五天 三合一词怪也做到了 迅速进行凝神 到了这时 一部仍然没有完成第一步入门训练 方圆也没有催促一部 给了一部充足的摸索时间 相比 内心像白纸一样的三合一词怪 和小火猴 经历过信息大爆炸 被冲昏了头的一部 光是一部名侦探皮卡丘 就让月片无数的他 记忆了六百多种杀人方法 二百多种密室杀人法 认识上百种毒药 以及制造各种不在场证明 巧妙利用鱼线 录音机 匕首 毒针等多种作案工具的方法 也难怪他无法轻易做到完美的静心名神 不过也因此 天心道场的逃尘惋惜起来 太阳精灵这种精灵 难道不适合学习冥想 太可惜了吧 一个不能学习冥想招式的超能力系精灵 对天心流道场的吸引力 不是特别大 时间 慢慢到了一周后 这一天的清晨 太阳精灵终于停止了摸索 如是重负地呼了口气 一个礼拜时间 他终于在学习 同时 用自己的方法 绕过了静心名神这一步 领悟了适合自己的冥想招式 接下来 自己逆推回去 学习这个天心流冥想技巧 总该没问题了吧 第237章 变故突生 说白了 静心名神 只不过是容易感知到体内潜藏精神力量的一种状态而已 而冥想招式 则是利用这股潜藏精神力量的技巧 进入静心名神状态后 潜藏的精神力量 在精灵的眼里 会更加清晰可见 从而方便精灵挖掘 控制并进一步提升精神力质量 这便是冥想招式的原理 知道了原理后 一步就在想 为什么必须要按部就班进行学习 使用冥想招式的目的 是为了提升精神力 只要能成功提升精神力量 过程和方法 和常人有些出入应该也没问题吧 同样是水枪招式 有的精灵是用嘴喷水 有的精灵是用其他器官喷水 但其实还是一个招式 相同的招式 由不同的精灵用出 也会出现差异 那个大叔说 不同超能力流派间的冥想方式会有所不同 那么 自己为什么不能找出适合自己的冥想方法 学会了冥想招式后 去学习天心流冥想技巧 就宛如知道了答案 再去解析步骤 能事半功倍了 一步很聪明 潜藏的精神力量 也可以看作是自身潜能的一部分 他立刻就想到了报恩训练法 这种通过情感能量 挖掘各种潜能的技巧 一步也经历过 用情感能量挖掘脑域潜能 的确可以瞬间提升精神力 但和冥想招式还是有差别的 情感能量的挖掘 是瞬间爆发的 很难后续控制 而且副作用大 容易超负荷 一不小心 就会落得和上一次一样的住院下场 而冥想招式 手段相较温和 容易进行控制 既然报恩训练法和冥想招式指向的方向一样 那自己可不可以使用一心二用的能力 借助其他能量 完成冥想 一步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就是自创出最适合自己的冥想方法 大部分冥想的静心凝神状态 是通过提升自己的感知能力 去看见这股潜藏的精神力量 把原本不易察觉的潜在力量放大 就好像是拿个 显微镜去观察 清晰化 然后加以利用 但是一步选择了另外一种方法 他通过让这股潜在的精神力量 自己活跃了起来 然后感知到了对方 典型到我不去找你 而是你自己跳出来 冥想中的静心凝神 可以说是把心 意义 灵完全专注在原始之初之中 超脱物质欲念 感受到潜在力量直接沟通 而一步则是 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破坏基因中的太阳能量上 相比什么也不思考的状态 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特定概念上 一步法更容易做到 接下来 就如同一步预料的一样 因为太阳精灵自身身体的特殊性 太阳能量对着精神力量 有着极大的影响 太阳精灵的红宝石 可以把太阳能量转化为精神力量储存在其中 因为这个能力 它在把注意力集中到体内太阳能量上时 一步发现 体内的精神力量随之活跃了起来 就好像是水浴热沸腾一样 这是太阳能量对精神力量产生了影响 因为太阳精灵的特定器官 可以随时把太阳能量转化为精神力量的缘故 所以两者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 这种状态下 一步欣喜地发现 不仅是自己可以轻松控制的精神力量 就连自己平时难以察觉到 属于潜能部分的精神力量 也随着一起活跃了起来 清晰可见 这时 一步一心二用 对这股潜在能量加以引导 便完成了冥想招式 让可控的精神力更加庞大 这便是一步自创的冥想方法 方圆沉默地看着眼前的太阳精灵 太阳精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给方圆讲解清楚了自己冥想的原理 不去感知难以看见的潜在力量 而是让潜在精神力量变得让自己容易看见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太阳精灵也盯向了方圆 等待着方圆的表扬 不过 他却突然发现 方圆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兴奋 只见方圆露出高深莫测的表情 道 不错 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原本我就在想 或许可以利用破坏基因的独特性 总结出适合我们自己的冥想法 给了你一周时间 你能自己思考出来 也算是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太阳精灵 方圆又补充道 说是冥想 叫观想更为贴切 不过 你的冥想招式还并不完美 等有机会 我们回到摩大后 进入日光屋 同时从内外两个方面 转化精神力量 说不定会有着奇效 还有 大晴天招式的掌握 也对你的精神力量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作为太阳精灵 太阳能量与精神力量 是不可割舍的关系 两者的强弱息息相关 接下来 我会帮你想办法 弄到大晴天招式的学习秘籍的 听到方圆的解释后 太阳精灵看了一脸淡定的方圆 一眼 一切都在方圆的计算之内 这一周时间 原来是方圆给自己的考验 呼 太阳精灵松了口气 还好自己聪明 不然就该被 方圆小看了 不愧是自己的训练家 竟然连自己独创的 冥想方式的后续训练方法 都构建出来了 总之 继续努力 方圆转过身 不过仔细想想 这种冥想方法 也只能自己的太阳精灵用了 其他的太阳精灵 可没有能够储存 太阳能量的器官 只能把太阳能量 转化为精神力量 再加以储存 多出一个 可以储存太阳能量的 破坏基因 到底还会对一部 造成多少未知的影响 回去之后再琢磨吧 方圆嘀咕道 就在方圆暗自琢磨 自己该怎么在一部 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 保持住自己高大的 训练家形象的时候 天星道场内 忽然传来警报声 警报声 这时 一道急速敲门声 传来 一个和方圆 有过几名支援的学徒 气喘吁吁的 带来了一个消息 方圆 天星道降临了一个超小型秘境 现在我们需要去外面集合 第238章 秘境降临 秘境 情况怎么样 方圆心中一惊 连忙问道 不知道 集合后应该会说吧 这个超能力学徒摇了摇头 他也只是刚得到通知 同样不知情 方圆默然 点头 他主要是想知道 有没有人误入了秘境 虽然只是超小型秘境 但危险指数 不能仅看规模大小 误入秘境 除非是十分强大的训练家 不然九死一生 天星道场的所有训练家 都集合在了外面训练场 算上学徒 大概有20人出头 一个方圆不熟悉的妇女 站在高台 看向下方开口 根据最近的训练家协会检测 天星岛出现了一处超小型秘境 目前还不知道 有没有人误入其中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个秘境的三个入口 远离城镇 在训练家协会的人员赶来之前 我们天星道场 需要履行相应的职责 保护城镇 不受秘境侵害 现在已经有大量精灵 从三个入口走出 接下来 我会挑出几人带队 前往城镇的外围 控制 击退靠近城镇的秘境精灵 妇女 严肃开口 召集这些道场的训练家 目的不是为了进入秘境 而是要在秘境外 阻止这些狂暴的秘境精灵 让他们无法进入人类栖息区域 至于进入秘境探索 更多危险因素的工作 还得留给职业训练家处理 目前 天星道场 已经有两位职业训练家 率先前往秘境 其中包括方圆 接触过的资深超能力者陶城 都是第一时间赶往了秘境入口 控制灾情 不过 已经从秘境中走出 患有抑郁综合症的秘境精灵 也需要人手处理 天星道地处偏僻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地方 没有训练家协会 镇守野外 全部靠天星道场 方圆 看向周围的训练家 握紧了拳头 心情翻滚起来 很快 这名妇女便指派了几个超能力者带队 同时给他们分配了训练家作为队员 让他们前往指定地点 不过 这名妇女目光扫过方圆时 并没有把方圆划入队伍中 直到最后 队伍分配好 方圆也没得到分配 请问 我该去哪里 方圆看向对方 这位姜女士 也是天星道场的资深超能力者之一 职业训练家 天星道场 目前有五个职业训练家 其中四个是资深超能力者 还有一位是掌门人 掌门人 更是享有大师称谓 可惜目前不在道场内 除此之外 还有像陆海这样 近期就会接受职业考核的训练家 可以说 天星岛的镇守力量 不比一些主要城市弱 起码从职业训练家的数量上 便超过平成训练家协会 你不算是道场学徒 不用去 其他训练家行动起来后 将女士对方圆道 道场内 除了方圆外 都是和道场签订了合同的正式学徒 算是道场的一份子 而方圆 虽然暂时在这里学习 但仍然算是外人 没必要 履行他们天星道场镇守天星岛的职责 我也可以帮忙 而且 我在新人期 就有过两次进入秘境的特殊经历 还接受过训练家协会的相关培训 方圆力求 证明自己的实力 证明自己 也可以帮上忙 虽然还不是职业训练家 但方圆 也想尽一份力 将女士深深看了方圆一眼 方圆的资料 她自然了解 是苏省新人 王 那只太阳精灵的实力 更是不弱于魔都大学校队的主力精灵 不比天星道场的学徒实力差 好吧 你跟着二队过去 最后 她点了点头 在现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 多一个训练家 就能多一份保证 避免狂暴的秘境精灵 进入城镇 是 方圆触碰了下腰间的三个精灵球 立刻动身 这次超小型秘境 一共开启了三个入口 比南乌镇那次多两个 说明 这个秘境虽然也是超小型 但至少要比南乌镇秘境规模要大 目前陆海学长 这位接近职业训练家的高材生 已经离开 掌门人也不在 四位资深超能力者 也只有三人在道场中 其中两人已经前往了最近的秘境入口 进行镇守 而接下来 江女士也要前往 最后的那个秘境入口 进行镇守 而已经从秘境中出来的精灵 目前难以探查 在最近的训练家协会的支援赶到前 需要靠道场训练家 来自行抵挡 方圆跟着二队 前往了天兴岛城镇的南部 这支队伍 由一个接近30岁的超能力者带队 应该是一位经验资深的训练家 而道场学徒 算上方圆一共有6人 年龄都比方圆要大些 在20岁以上 接下来两人一对向两侧分散开 你们就守在城镇外1000米的区域 如果有攻击意识强烈的秘境精灵出现 立刻联系 其他人 带队的训练家指挥道 我去前面侦查情况 记住 发现秘境精灵后 第一时间联系我 说吧 众人便分散开来 扩大搜索面积 方圆也开始跟着一位大学生年龄的女生 向着右侧移动 所谓的守护城镇的任务 并没有方圆想象中那么危险 他们这些人需要做的 就是击退靠近城镇的秘境精灵 这种守株待兔的任务 很可能到任务结束 都不一定能经历上战斗 真正需要经历大量战斗的 是那些接近秘境入口 进入秘境探索的职业 训练家 以及比他们更加深入一些的带队训练家 他们所处第三道防线 危险指数最低 不过 仍然不能马虎 方圆身边 太阳精灵 三合一词怪 小火猴看到 方圆这么严肃 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虽然方圆没少跟野生精灵打交道 但这种守护城镇的职责 落到自己身上 他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感觉 不用紧张 我们这里 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 只要等到训练家协会的支援登岛就可以了 应该很快就会结束 同队的大姐姐 训练家见方圆年龄比较小 贴心安慰到 他身边 同样是三只精灵 迷唇姐 八大狐 猫头夜鹰 都是会用超能力的种族 谢谢 方圆到了声线 分析道 也对 毕竟从秘境出来的精灵 应该只是少数 如果我们 在这里都能遇到 就太不走运了 方圆划落 太阳精灵 忽然目光一闪 警觉看向丛林身处 提醒起另外五指精灵 和两名训练家 有情况 紧接着 他无语地看了方圆一眼 希望方圆不要分析下去了 与此同时 丛林中 树枝身体墨蓝色的精灵 正在成群结队地 向着城镇方向移动 第239章 要成为磁力之王的精灵 这群精灵 有着短小的胳膊和腿 鼻子是红色的 但却找不到嘴巴 他们是洞窟中的猎手 掌握强劲的磁力 随着八只朝北鼻现身 进入备战状态的方圆 赵青同时向后移动 把主要战场交与精灵手中 几乎是他们动身的瞬间 朝北鼻发动了攻击 漫天拳斗大小的狮子 划过一道抛物线 向着他们砸来 这几只朝北鼻上来 便发动攻击 差不多可以断定 是秘境中的精灵 我是赵青 这里发现八只朝北鼻 请求定位 落实进攻的同时 方圆他们 这边的精灵也动了起来 五道念力 请客控制住了飞来的落实 只有小火猴续着力 然后一脸猛逼 他左右看了下太阳精灵 三合一词怪 妮唇姐 八大狐以及猫头夜鹰 发现 不能用念力的 只有自己 虽然用拳头 也可以打碎落实 但是另外五只精灵 根本不给他机会 直接就用念力 把落实弹了回去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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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被丢回朝北鼻身边 并且不少落实 砸到了朝北鼻的身体上 这些朝北鼻 也因此受到了一些伤害 小心一点 方圆同队的超能力者 赵青提醒了一句 虽然这几只朝北鼻的实力 看上去不强 他们应该可以阻挡 但面对这种攻击意识 很强烈的精灵 如果不想卷入 精灵间的战斗 让自己挂上踩 最好一刻 也不要马虎 不好 方圆点头肩 赵青表情一变 因为这八只朝北鼻 突然改变了攻击方式 一起通过具有强力磁力的 磁铁鼻子 对三合一磁怪 单独发起了偷袭 刷 八道磁力一闪而逝 来自各个方面 三合一磁怪 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 强力地撕扯下 三合一磁怪 迅速被拉了过去 它那就像是三个小磁怪 组合而成的身体 也在这期间 短暂地被分离开 相比落实 将猎物吸过来 然后吃掉 这种磁力 显然是小型刚系精灵的克星 此时 它们便把三合一磁怪 当作了猎物 集体使用了磁力 重力 相比赵青的忽然慌张 方圆便比较淡定了 因为它清楚 三合一磁怪的实力 如果是其他种类的精灵 这么多的数量 三合一磁怪 可能无法应付 但是论完磁力 这些朝北鼻 就是班门弄斧了 被挤到磁力 把身体拉开的三合一磁怪 反应过来后 目光顷刻凌厉起来 六个磁铁 瞬间发射出超强的电磁波 一下子把朝北鼻们的磁力干扰掉 紧接着 在三合一磁怪构建的磁场下 八只朝北鼻身体 不受控制地聚集起来 鼻子上的磁铁 成为了它们 被制约的弱点 碰 碰 碰 一阵撞击声后 八只朝北鼻贴到了一起 然后瞬间被一股重力场 按到了地上 鼻子朝地 见状 三合一磁怪 无趣地叫了一声 这个时候 它的身体已经又合了起来 不过这个过程 看得太阳 精灵一愣一愣的 等一下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 为什么三合一磁怪的身体 还可以分离 它不知道的是 三合一磁怪的身体 并不是紧密连接的 只不过是因为怕打击到 只有两个身体的一部 三合一磁怪 一直没有在它面前展示而已 三合一磁怪 漂浮在八只朝北鼻的上空 借助磁力特性和重力场 压制着朝北鼻们 令它们无法动弹 你的三合一磁怪的磁力好强 方圆旁边 赵青愕然开口 刚才他还以为三合一磁怪 要被朝北鼻们分食了呢 谁知道局势一下子 反转 三合一磁怪 控制起了更强大的磁力 一下子镇压了这些朝北鼻 运气好而已 如果换作其他岩石系精灵 我们就没辙了 方圆看向朝北鼻的红鼻子 摇了摇头 你一个岩石系精灵 鼻子却是磁铁 这怪得了谁 三合一磁怪前前后后 经历过五次空间磁场的洗礼 沐浴雷电进化 掌握超高电压 还有着强大的精神力 配合他控制电磁力 这群朝北鼻 要是靠电磁力 把三合一磁怪干掉 三合一磁怪 自己都得去哭诉 他这么努力 不要面子的嘛 方圆 觉得自己跟着 谢清一学姐的研究团队 去各处秘境乱跑 一个月的决定 真是太明智了 三合一磁怪 借助各地空间磁场 增强磁力 自身得到的好处是斐然的 但让方圆比较遗憾的是 三合一磁怪 仍然没能掌握瞬间移动 难道是因为 接触的空间磁场 还不够多 不过不用急 自己已经有过 凭借研究员身份 进入秘境的经历 以后 这种经历不会少 空间磁场这种东西 肯定是少不了 三合一磁怪的 除此之外 其他的特殊磁场 也不能放过 方圆 要让三合一磁怪 吸收过 所有磁场的磁力后 再进化 他都要走一趟 方圆可是准备让 三合一磁怪 成为磁力之王的 宇宙四大基础力 不好好锻炼下多可惜 这时 听闻 这边有秘境精灵出现 带队的训练家 立刻赶了过来 你们 已经把他们控制住了吗 发现八指精灵 已经被 方圆他们制服后 带队训练家赞扬的点了点头 没有让这些精灵 成功进入城镇 及时发现并控制了他们 方圆和赵晴 也算功劳一件了 此时此刻 降临在天星岛的 秘境空间内 职业训练家 兼资深超能力者陶晨 已经通过精灵的 瞬间移动 进入了其中 这处秘境 不算是传统意义的秘境 比较特殊 是一个纯粹的洞窟 里面 异常昏暗 念力涂呕 闪光 陶晨 集中200%的精神力量 小心翼翼的探索 他们已经在这个秘境 发现了凯西 勾魂眼 大嘴娃这样 稀有的精灵 以及各种岩石 刚系精灵 这里绝对是个 资源丰富的秘境 现在他只希望 这个超小型秘境 没有超常规的霸主存在 那可是职业团队 都忌惮的 野生精灵 第240章 提前结束的学习 增援 还要多久 才能到 以职业训练家的赶路速度 应该很快了 不会让我们等太久 方圆和赵晴 被留下控制着八指 朝北鼻 同时方圆看向了远方 作为一座岛屿 训练家 从其他地方赶来的方式 无非就是四种 走水路 或者飞过来 其中 又可以分为乘坐交通工具 或者乘骑精灵 方圆成为职业 训练家前后 最好也收服一些 可以在水路空三的 乘骑的精灵 这样会方便很多 不过呀 到时候还得考驾照 出于对训练家的安全考虑 乘骑精灵无证驾驶 可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另外一边 距离天心岛 最近的训练家协会 又派遣了 三名职业训练家过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专业的 封锁秘境的 资深训练家团队 也随之赶了过来 在增援赶到的第一时间 天心岛唯一一座城镇 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 方圆留了下来 当作志愿者 一共当了两天 这两天 方圆得到了两个消息 有好有坏 首先是坏消息 这个洞窟秘境 存在一只实力 超常规的霸主精灵 波士可多拉 从角的长度 可以得知 他的进化时间 至少超过了20年 铠甲上的无数伤痕 证明了他的秘境地位 是通过战斗厮杀出来的 因为波士可多拉的 领地意识非常强烈 所以并没有离开秘境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即使如此 遭遇到他的职业训练家 逃城 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交锋中 两只精灵遭受重伤 确认无法单独对抗后 只能通过瞬间移动 暂时逃离 后来 还是六位职业训练家 组成一个团队 才将这只霸主 波士可多拉镇压 不过 除了这只波士可多拉外 秘境内 还有其他 危险因素不低的精灵 在秘境彻底融入天星岛之前 职业训练家们 有得忙活了 也因此 方圆的天星道场学习之旅 暂且终止 持有好消息 是职业训练家们 在探索过程中 发现这个洞窟秘境的精灵资源 异常丰富 拥有各种稀有矿石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的稀有精灵气息 探索完这一处 超小型秘境的资源后 又可以培养出许多训练家了 而身为参与了 秘境相关任务的方圆等人 作为有些功劳的训练家 则可以最先接触秘境资源 根据任务难度和功劳大小 训练家协会会把秘境资源 换算成相应奖励 奖与参加任务的训练家 并且 还给了相关训练家们 最先购买秘境资源的权利 刚刚获得一笔钱 现在就有 花钱的机会 真好 方圆已经没有了巡逻任务 至于更深入的探索任务 他的级别还不够 现在 方圆只能老老实实 等待前线的情报 你就是方圆 到场内 方圆 刚从冥想室回来 他面前忽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出现了一个白胡子老人 老人咧嘴笑了笑 露出黄道 不能再黄得摇摇欲坠的牙齿 这大爷是谁 方圆错愕 一下 你的太阳精灵 已经学会冥想招式了吗 白胡子老人问道 已经学会了 您是 方圆答道 不过因为秘境来的 突然 对方一直镇守在秘境前线 已经两三天没有回来 道场 很好 白胡子老人微微一笑 道 接下来会有人给你送去一本训练手册 好好加油 说吧 白胡子老人轻飘飘地离开了永道 让方圆一脸茫然 现在的人 都这么喜欢装神秘的吗 这是我们道场的 冥想招式的基础训练方法 当天 就有一个道场学徒 给方圆送来了一本手册 这时方圆 才从对方口中得知 原来今天那个白胡子的老头 便是天心流道场的掌门人 一位大师级别的超能力训练家 天心流基础冥想法吗 方圆接过手册 叹了口气 看来资深超能力者们 是真的没空叫自己了 只能给他方法 让他自己先训练着太阳精灵 手册的内容 没有方圆想得那么高深 不需要知道各种理论知识 只是一套比较容易理解的训练方法 看了看 方圆发现内容竟然还和自己锻炼 一部危险预知 特性的训练方法 有着一些类似 练习天心流冥想技巧的前提 就是 可以快速进入冥想状态 借助精神力激增的一瞬间 提升直觉 想清晰捕捉到直觉 需要 三个步骤的练习 全部掌握后 掌握天心流冥想技巧的精灵 便可以在冥想的同时 拥有一种预知性的感知力 但究竟能否感知正确 不被自己的直觉欺骗 便全靠精灵的天赋了 方圆沉默 说实话 天心流的基础冥想技巧 对太阳精灵而言 其实只是基础能力 练习到极致 或许还没有危险预知特性 以及太阳精灵自身器官毛发 带来的预知能力 要厉害 方圆惦记的 还是天心道场更高深的冥想法 但人家不可能叫它 不过有剩余无 这个冥想技巧 对小火猴用处倒是不小 也算是不错的收获了 第一步 通过持续冥想 感知身体奇异的感觉 精神力激增时 精灵的皮肤或一些器官 会有微乎其微的刺痛 或有蚂蚁爬的感觉 只要能在冥想时捕捉到这种感觉 便算完成了第一步 第二步 便是实战训练 需要闭上眼睛 冥想 迎接攻击 精神力激增时身体的刺痛 感觉 会给身体一种引导 如果反应及时 便能躲避危险 这个描述 和猫类在于感到危险时炸猫的情况 比较类似啊 话说太阳精灵也有着猫 诱惑小型猫科动物的特征 那么太阳精灵 可以通过又细又短的体猫 预测对手的行动 和天气的能力 便算是直接跨越了第二步吧 方圆暗道 天心道场想知道的 看来是在这种冥想技巧的基础上 能不能增强太阳精灵的预知能力 第三步